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次的评审给我觉得是相当有当代视野 是一个很高水准的评判 OK 我刚才拍了一段影片 评了一张金奖的照片 以及评了另一张银奖的照片 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分享评论其他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是2019年了 已经是大半年前的公布 其实我很想拍这段影片很久了 我在第一段影片也说了 OK 我较早拍了一段影片 介绍他这张全场的金奖 以及刚才也拍了一段影片 分析了两张家庭相片 为什么获奖之外 这段影片我想跟大家讲解一下 两幅我觉得是决定性瞬间的照片 OK 什么是决定性瞬间呢 这个是摄影大师布列虫 他提出来的一个所谓理论 其实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这个并非理论 这个是归纳自己的经验的一篇文章 技术的介绍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英译本被人下了这个名字 从此成为一个理论 过去很多人误解了所谓决定性瞬间 以为都是拍一些跳起的人 动态 动作 这样 一定有动作才有决定性瞬间 其实这个动作所谓是那些 dump 跑步 或者是一些真的激烈一点的 明显一点的动作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在一些细微位里面的决定性瞬间 其实是怎么理解的 OK 今天是介绍两张相片的 我首先跟大家讲一张银奖的相片 这张相片是一位中国摄影师拍的王子恒 夜夜的不舍 这张相片是银奖朗 OK 大家一起看看这张相片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来Nikon Photocontext的网 看更多的作品 今天我先跟大家评论这张相片 OK 一张黑白相片 我看这张相片的话 我觉得很明显是一张工作相片 在里面应该是拍一些Reading的摄影师 拍Reading的摄影师 去到别人的现场那里 就拍一些相片的 应该就拍一些 通常都是拍一些 在场里面的一些必须的动作 例如是否是斟茶击 斟茶或者是拿利是 祝福 有些新派的摄影师 可能拍一些新娘子的鞋子 那些鞋子之类的东西 甚至接着新娘之后的那些 那些温馨啊 那些光线很漂亮的那些 但这个摄影师 你拍了一张相当的documentary 一张纪实摄影 真的相当奇怪的 但是他这张相片是拿了奖的 故事很简单 在结婚那天 新婚那天 那就是爺爺 画面中这位男士 爺爺 不是爹地 是爺爺 爺爺就是 送别他这个孙女 居然是忍不住情绪 是哭了出来的 哭得相当苦的 相当凄惨的样子 当然我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 我觉得不一定爺爺 可能爹地送个女儿送嫁 都有些爹地是这样的 但是我没见过 我也拍过redding 年轻的时候 但是我没见过一个 就是这么触动人的一个 情况 那这个摄影师应该 他说他在中国从事 这个是redding摄影的分摄 这张相片是他拍摄 新娘正准备出门 就是出嫁了 那一剎那的 而且是嫁去远方 不是嫁去附近 我们香港人当然 远极都是九龙新界 港九新界 远极有限 但是这个是嫁去远方的 那临出嫁之前 就是为爷爷敬酒的时候 这个爷爷忍不住泪水 很沉重地拍拍她孙女的膀头 就有一种很悲惨的别离 这一剎那就真情流露 这个摄影师就相当 激警 记录了这一剎那 而且他造成黑白照 造成黑白照的好处就是 使这张相片没那么起庆 这个也是技巧来的 但是我刚刚正想跟大家说 这个所谓的决定性瞬间 就是这一剎那 他压哭到最悲惨的那个 臉上的肌肉抽缩的表情 眼泪就在两行流出来 手就搭着孙女的肩膀 另一只手可能是麻麻的 就是这个瞬间 就是一个决定性瞬间 不一定动作的 一些很细微的瞬间 导致这张相片的最高潮的位置 就是这里 所以希望大家 理解一下决定性瞬间 这张相片另外带出了 另一个有关注的地方 各位如果是 看到片段 如果是一些摄影新秀的话 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话 我们基本上我们是 任何情况 都有机会得到 得到掌声的相片 得到奖的相片 这张相片是一张工作相片 如果摄影师抱着工作的心态 只是拍下行货交了的话 不然是这个相片 即是未必每个客人都喜欢这些瞬间 可能会希望 那些例行的动作 喜庆 开心那些 那么拍摄到这个瞬间的话 是一个摄影师 一个很主动的自己的本能反映 觉得这个瞬间很重要 所以我们觉得是 不应该忽视任何拍摄的瞬间 当摄影师拿着相机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种 事名记录了人世间每一个值得保留的瞬间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摄影师是很有技巧或者很有反应 就捕捉了这么重要的瞬间 我不知道这个客人的家人怎么看这张照片 我觉得这张照片真的相当珍贵 相当珍贵 没办法看到的人都会触动 特别是那些上一年纪的爸爸 或者将会有这种感觉 那我说另一张照片 OK 另一张照片也想跟大家分享 是童掌的照片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张照片 我再建议大家亲自来到Nikon Photo Contest的网站 看完所有的视频作品 大家好好思考一下这张照片 为什么要拿奖 我觉得很多初学视频的朋友也好 甚至在华尔圈的朋友也好 甚至去到那些老师妹 我会永远评价的照片 都是拿一把尺 就是照片是否漂亮 是美术上的美感上是否漂亮 刚才那张爷爷的照片 一点都不漂亮 在美术上的光线构图的东西 一点都没有那样的东西 今天讲的另一张照片 又是得奖的照片 这张是童掌的照片 童掌的照片也不简单 假如你用那些构图也好 或者是光线也好 完全不会拿到奖 这张照片如果你参加那些 拿去打龙的话 我觉得真的机会不大 OK 这张照片是什么呢 这张照片是匈牙利士兵斯拍的 是一个好奇的面孔 一个好奇的面孔 很巧妙地在一辆火车 我看的样子都知道是火车了 可能是在月台拍的 捕捉一个车厢的瞬间 一个画面 看到两个人在里面 一个妈妈 可能是一个小女 很清楚透过这个枪 这枪在冬天结了冰 可能是梦茶茶的 在大人这面看到梦茶茶 小女的面是清楚一点的 应该是刚巧没有结冰 或者她洗干净一点 我不知道 就将上一个故事这样的 没有故事就不够触动了 OK 张照片拍些什么呢 来自敘利亚的移民 乘坐一帮特别的列车 他坐这帮车 不是说我们一般去旅行 由一个地方去旅行到另一个地方 而是 生命由一个生活去到另一个生活 你理不理解 这张照片其实是在拍一帮敘利亚的难民 坐着火车不是去旅行 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 这么简单 而是由一种生活 去另一种生活 所以对未来充满这个 这个是想象 好奇 或者是期待 期待未来的改变 过去他们的地方是相当差 所以她希望可以改变 她坐这帮车 所以对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奇 应该是这样 她拍到小女孩的好奇眼神 一个瞬间 当然了 另一秒 零点几秒之后她的眼神就转了 所以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决定性的瞬间 摄影师是很准确或者是很幸运的 就在这个瞬间拍到这一刹那出来 但是问题是假如我们如果没有了一个故事 没有了一个故事 没有了一个 context 这张照片只是一张普通的 普通的一张照片 我们去任何火车站 是的 都可以透过一些窗 拍到里面的人一些表情 一辆普通列车 你可以给到相同的东西的 你都可以拍到一些人在窗 看出外面 有些好奇的眼神 也会有的 但是没有了这个故事 当然背景的故事其实是 整个世界都会关注的 欧洲难民危机 是2015年开始的 成千上万的人就通过海路 陆路 总之是涌去欧洲那里 去一些欧盟国家那里 使他找新的生活 也导致德国收很多难民 后来英国脱欧 很多整个世界变化就在这班 难民的问题那里 一张照片的故事是很重要的 再说回所谓 如果你去评价这些照片 我纯粹用美学上的构图 光线去说的话 这张照片也是一张很普通的照片 我真的看不到他有什么 很巧妙的构图 当然这是一个frame 就是你唯一这么说的 画面的主角不会在这个 不会在这个井字构图那里 主角 又不在黄金切割那里 什么都不是 是的 所以吸引我们的就是他的眼神 当然他穿着红色衣服也很重要 没关系 这张照片我拿了奖 最重要是故事触动我们 好吗? 希望我再分析其他照片和大家 这段片就有十几分钟了 我其实不想拍这片太长 这些朋友觉得这片太长了 那我将一条片 其实将它拆为两个主题 一个主题就是 得奖的照片是拍家庭生活 另外这个主题是说的 在视频师怎样 复触决定性瞬间 所谓决定性瞬间就是说 一刹那是最重要的刹那 好吗? OK 分析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再分析多些照片的话 请给个like这段片很重要 分享给你喜欢视频的朋友 告诉你我有个频道叫做视频独白 偶然会分析一些照片的内容 跟大家解一下画 最重要的是订阅了我的频道 还没订阅的话快订阅 订阅了的话 看看你有没有按过铃铃 按完铃铃的话 再选择全部 每次我出新片的话 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OK 画面上高有我Facebook的Fan Page 在那里的话 就可以留言给我 和我交流和讨论任何视频话题 除了相机之外 其实任何视频话题都可以谈 OK 分析到此为止 我希望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继续拍其他一片 我都希望 每一段片讲一两张照片 否则一段片 整个钟头去讲的话 会太长了 OK 分析到此为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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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